同房次数太多,亦得恭敬癌,这四件事或会增加癌症风险。 刘女士和丈夫从小一块长大,是零后便自然而然的结为夫妻了。 从年轻时到现在,刘女士和丈夫规律,频繁的性生活让她如沐春风。 但近段时间,刘女士的性生活却有些不太愉快, 四处有不规则流血的情况。 丈夫王先生在看到刘女士的异常症状后,出于担心, 就陪同刘女士前往医院妇科进行检查。 报告显示,HPV检查呈阳性,检查提示异常, 宫颈细胞组织活检报告提示宫颈癌。 也就是说,刘女士确实患上了宫颈癌, 难道得宫颈癌的原因与同房频率有关? 和谐愉快的夫妻生活,不仅能够缓解精神压力, 还能促进夫妻感情。 提高睡眠质量,有利于身心健康。 但对于女性来说,生活也是有风险的, 因为一旦有了性生活以后, 就会增加患上妇科疾病的风险。 这是因为宫颈癌主要就是通过性生活, 在男女双方之间传播人乳头状病毒HPV导致的。 虽然性生活是传播人乳头状病毒HPV的主要途径, 但目前并没有相关的依据证明同房过于频繁, 与宫颈癌的发生几率相关。 事实上,宫颈癌的发生主要以下五种因素有关。 一、过早进行夫妻生活。 初次进行夫妻生活的时间越早, 患上宫颈癌的几率越高。 据临床统计发现, 18岁以前有夫妻生活的女性患上宫颈癌的几率是普通人的十倍左右。 21岁以后有夫妻生活的女性患上此病的几率 仅为20岁以前有夫妻生活女性的四分之一。 26岁以后有夫妻生活, 此病的发生几率则会下降为十分之一。 二、伴侣过多。 临床数据显示, 不少宫颈癌年轻患者都会存在性生活异常的因素。 例如,同时拥有多个性伴侣。 一些研究发现, 性伴侣数量超过六个时, 女性罹患宫颈癌的几率是正常人的五到十倍。 三、流产或生产次数过多。 有研究指出, 多次流产或者过早生育又或者生产的次数过多, 都可能会增加宫颈癌的发生几率, 因为每次妊娠都会对子宫颈造成一定的损伤, 很容易导致磷状上皮细胞出现增生变性的情况。 而人工流产对宫颈造成的伤害更大, 因此多次人工流产的女性患上此病的几率更高。 四、长期服用避孕药。 口服避孕药是一种常见的避孕方式, 而且避孕的成功率比较高。 但如果长期服用此药, 患上宫颈癌的几率则会是普通人的三到四倍。 其致癌原因并没有确定, 但大多数人认为, 有可能是因为避孕药会使宫颈内膜微线体过度增生, 使宫颈外翻的几率升高, 促使致癌物更容易进入女性的私密部位, 对宫颈粘膜造成刺激。 首先, 既然HPV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接触, 那么无论男女, 在性生活方面一定要做到洁身自好, 否则HPV病毒的感染几率 可能会随着你的性伴侣数量的增加而上升。 除此之外, 在享受性生活带来愉悦的过程中, 建议男性都应该戴上安全套, 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HPV病毒的传播率。 其次, HPV病毒也存在其他感染途径, 向密切接触,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 一方面做到勤洗手, 另一方面还应尽可能不使用公用物品, 像酒店毛巾等, 直接接触外生直气。 当然, 除非我们能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病菌的环境中, 不然任何时候都存在被HPV病毒感染的风险。 因此, 接种HPV疫苗及定期进行HPV病毒的筛查, 这两项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1.HPV疫苗, 它是目前预防公颈癌重要且有效的手段, 不管是未婚年轻女性, 还是有性伴侣已经结婚的中青年女性, 都建议安排HPV疫苗接种。 2.HPV病毒筛查, 虽然没办法对全身皮肤进行取样, 但在当前, 公颈特区以及HPV筛查, 已经属于临床上明确的, 能够有效降低宫颈癌发病率的检查项目。 因此, 一些高风险人群应定期进行相关筛查, 宫颈癌的发病率也明显地越来越年轻化。 很多人都关心宫颈癌是怎么来的, 却很少关注到HPV。 HPV是引发宫颈癌的一个重要因素, 它是人乳头状流的缩写, 是一种繁殖能力很强的病毒, 引起呼吸感染的原因有很多, 除了日常生活卫生方面, 还有同房生活, 性伴侣的传染, 公共场合的不小心传染等。 一旦宫颈中积累的HPV超过安全数值, 就会引发很多其他的疾病。 呵护宫颈, 记好这三多四少远离HPV, 三多亿多补微量元素, 多补麦芽锡加维生素液加胡萝卜素, 锡元素能够帮助人体提高免疫力。 这对清除HPV非常关键, 锡元素还能跟维生素E结合, 对人体受损的宫颈细胞进行修复, 保护被HPV破坏的宫颈细胞。 另外胡萝卜素还会产生免疫球蛋白, 增强锡元素提高免疫力功能。 对于清除HPV很有帮助。 二, 多运动。 多运动帮助人体排汗, 提高免疫力, 增强人体的免疫系统。 自然能辅助人体抵抗HPV的侵害了。 每天抽出20分钟就够了, 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三, 多杀毒。 对于贴身衣物要及时高温消毒, 从外部断绝HPV进入人体的可能性。 四, 少去野外游泳。 少去卫生条件一般的地方游泳, 尤其是野外的河水、海水等尽量少去。 二, 少烟酒。 少烟酒, 烟酒会加大宫颈的损伤, 加重护肤的感染。 对子宫来说不是好事。 三, 少性伴侣。 少性伴侣, 多洁身字号, 不要随意结交性伴侣, 降低感染护肤的几率。 四, 少人流。 少人流, 这一点可能对部分人不适用, 但对部分人是适用的, 每年这个数据还不小。 为了自身安全, 还是多加注意吧。 感染了HPV一定会的宫颈癌吗? 有这三个异常, 就要提高警惕。 其实宫颈癌与HPV病毒之间, 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 有相关的数据显示, 有些人在感染上HPV病毒之后, 自身的免疫力还提高了, 然后可以依靠着比较高的免疫力, 将这些病毒清除出去。 所以并不一定会导致宫颈癌的发生, 只有持续性的HPV感染, 才有可能导致宫颈发生癌病。 在检查的时候需要注意, 如果半年时间过去了, 身体里面还是只有这一种病毒的话, 那才是真的患上了宫颈癌。 导致宫颈癌发生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性生活混乱, 女性不注意私处的卫生等,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宫颈癌的发生。 下面, 我们就来看一下宫颈癌的一些症状。 一, 性生活后私处出血。 夫妻在性生活过后, 如果有私处出血的情况, 有可能是宫颈癌导致的。 但是前提是要排出是不是突然之间来月经的可能。 如果不是月经的话, 私处出血是非常不正常的。 就算不是宫颈癌,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妇科疾病。 大家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 二, 白带不正常。 大家都知道, 白带也代表着女性的身体健康状况, 白带的颜色或者是气味不对的话, 可能是患上了一些妇科疾病, 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患上妇科炎症。 妇科炎症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 就会引发宫颈癌。 如果女性发现自己的白带颜色比较淡, 跟桃米水的颜色和状态差不多, 而且还有一股很难闻的味道。 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一下, 看是不是患上了什么妇科疾病了。 最好是及时去医院检查化验, 检查一下宫颈的情况。 三, 腹痛。 宫颈癌患者一般都会出现腹痛的情况, 而且腹痛的程度会比较的严重, 但是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大概就是一阵一阵的。 每一次痛的时候就跟有刀子在脚腹部一样, 非常的难受,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相关的症状, 如果发现就要及时去检查治疗, 这样也可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 关于宫颈癌的四个误区, 女人们应该清楚。 一, 只有年纪比较大的女性才会得宫颈癌。 很多人都认为宫颈癌在中老年女性身上才会得, 年轻女性是不会得宫颈癌的, 所以说根本没有必要进行预防。 这种误区很多人都有的, 也让很多人尝到了苦果。 年龄小并不是宫颈癌的免死金牌, 在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的宫颈癌, 只是在中老年女性身上比较高发而已。 所以任何年龄段的女性都应该做好宫颈癌的预防工作, 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二, 检查宫颈癌只靠做B超就行了。 很多女性说起妇科检查, 都是很抵触的, 认为做妇科检查是一件很侵犯隐私的事。 在所有的妇科检查当中, 他们只能接受B超检查, 认为想要检查宫颈癌做B超就足够了。 其实这是一种误区, B超这种影像类检查是不太利于筛查宫颈癌的。 筛查宫颈癌主要是做细胞学检查, 活检, 咽道静检查这三种检查方式。 不能因为排斥就不做, 得了宫颈癌又不做宫颈癌筛查,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导致严重的后果就不好了。 三, 感染HPV以后就一定会得宫颈癌。 呼吸感染是宫颈癌的主要原因,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HPV感染都会得宫颈癌。 呼吸的感染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大约有90%的女性在感染之后, 会通过自身的免疫功能清除掉, 只有10%的女性会出现持续感染的情况。 但是即使出现持续感染的情况, 也不不一定会转化为宫颈癌, 也需要一些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 四, 得了宫颈癌之后会丧失生育能力。 得了宫颈癌之后, 很多人认为会丧失生育能力。 女性以后就不能生孩子了, 其实这也是一种误区。 宫颈癌患者能不能生孩子, 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宫颈癌的分期, 宫颈癌的治疗方式是否存在着 其他导致不孕的情况等。 想要知道是否影响自己的生育能力, 还是靠医生的判断, 经过严格的评估。 判断是进行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 还是切除子宫的手术方式。